小米艾音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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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久等了小艾同學 小米艾音箱 這個商品我真是被大家追了好久 這半年來真的是非常辛苦為了做這個商品 很辛苦 真的很辛苦 我們先介紹一下吧 小艾同學不同的裝置已經有超過一台的 累計了七伯 超過八十一次的 唤醒 我們在每個月有超過三千四百萬的 活躍用戶 它是市面上最受歡迎的 智慧音箱之一 我們在襪形設計的一個彩虹環 當你在跟它 對話的時候 它會變色 代表它在思考 整個襪形的設計非常的棒 搭配了一個高靈靈的觸控面板 非常的好看 外型設計非常的簡潔 激聲流暢精緻 當你把它放在你的臥室或是客廳的時候 它可以非常舒服的融入你家裡的環境 為小艾同學 我們設計了一個原廠語音 它採用了六個數位 麥克風 環形的收音是360度的收音 比如說在家裡面 你在沙發上跟餐桌的時候 呼喚 小艾同學 很清楚靈敏地收到聲音 不只收音好 它的音質更好 它是一個擁有四千五百萬首串流音樂的音箱 如果你在家裡覺得悶的時候 你可以試試看這樣做 小艾同學 對 我今天心情不好 不開心 心理苦 沒關係 吃顆糖心理就不苦了 小艾同學 聽歌 這些溫暖的歌 送給溫暖的你 小艾同學 對 這首歌是誰唱的 現在播放的是鄧子齊唱的泡沫 小艾同學 對 播放熱門英語歌曲 好的 OK 好啊 所以你可以這樣子呼喚小艾同學 比如說 小艾同學 我想聽 小艾同學 大聲一點 小艾同學 播放輕音樂 小艾同學 我想聽陳雲迅的歌 以上這些歌曲 超過了四千百萬首 非常感謝我們的合作夥伴 他在這一次的合作上面提供了我們非常大的支持 包含了音樂還有有聲書 就是KKBOX 我們給他一個掌聲好嗎 在今天這個重要的場合 我也邀請到我的好朋友 KKBOX的總裁李明澤 我們歡迎他上台 掌聲歡迎 李總裁來到舞台上 歡迎你今天來到現場 歡迎你今天來到現場 OK 大家好 是KBOX的IGRO 真的很高興很開心說 KBOX可以跟小米AI音箱合作 因為其實我相信大家都知道說 智慧音箱是未來的趨勢之一 而且音樂其實也是一直大家在生活中不可以 不可或缺的一個引述 那在未來的趨勢中有時候在不同的生活場景 會用不同的專制 然後用不同的方式來聽音樂 那智慧音箱這個東西就可以讓我們的聽音樂的體驗 跟方便的融入在家庭的環境裡面 OK 那KKBOX這邊將會提供超過4500萬首的音樂 然後4500萬不只是一個世界級的歌曲數目 然後我們也有最專業的語氣跟各種各樣的分類 另外我記得比較重要的是 我們KBOX上除了音樂之外 其實有超過100萬篇的永生書 不管是故事相聲還是說 那種給小朋友 適合小朋友聽的親子的故事之類的東西 其實都是在KBOX1500萬的群庫裡面 那我覺得音樂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 那可以感動人心 那我們過去可以在電腦上聽音樂 可以在手機上聽音樂 那隨著科技的進步 可以在車上在電視上用不同的方式聽音樂 那智慧音箱的出現 我覺得會讓音樂很美好 可以在更加的更直覺的融入大家的生活當中 那這也是KBOX一直以來想要努力的事情 非常謝謝大家 非常希望大家說聽 在小米的AI音箱上可以很方便 很開心的很棒的去有很好的音樂的體驗 謝謝大家 非常感謝林總裁 謝謝 給我們熱烈的掌聲 再歡迎一下林總裁提供音樂 謝謝 在發佈前一周 我們非常的糾結跟掙扎 PKBOX跟小米做了一個非常重大的決定 很少有企業會願意這樣讓利 把所有最好的服務提供給我們消費者 我們最後兩間公司商量的時候 決定在小AI音箱上提供一個非常棒的服務 就是我宣布一下 我們將提供六個月的PKBOX音樂服務 價值849元 所以就是說 當你買了小米AI音箱之後 你可以六個月使用PKBOX非常棒的服務 這個優惠期將會在明年的2月28之前 只要你購買並且啟用的帳號之後 就送了六個月的音樂服務 再次感謝PKBOX 感謝 謝謝 那我們是不是請林總裁還有黑本 我們一起在舞台的正中央合照一張好不好 也請大家再次的這個掌聲喔 謝謝小米也謝謝PKBOX帶給大家這麼棒的一個服務體驗 我們看一下正中間的相機 還有我們中後方的媒體朋友 謝謝 所以我們小米AI音箱可以聽到很棒的PKBOX的音樂 謝謝林總裁今天的麗玲 謝謝 那我們再次把時間還給Haven 所以小米AI音箱是一個非常高音質的網路音箱 聽音樂聽故事只要一句話 當然它的功能不僅如此 它是個萬能的助理 你可以這樣子使用我們的小米AI音箱 小愛同學 明天去巴黎穿裙子合適嗎 不太合適喔 巴黎明天 九度到十四度 有點冷 可以穿薄棉外套和牛仔褲 夜間做好飽暖工作喔 其實現在巴黎在包洞也不適合去巴黎 如果你出國想要換匯的話 你可以跟他講 小愛同學 對 台幣兌換美元的匯率是多少 一型台幣等於0.032美元 或者是你跟朋友在聚會遇到兩個美女一箱耍帥的時候 你可以這樣做 小愛同學 對 2010乘以46加2011乘以816加2018乘以327加更號1999等於多少 答案是2393366.71018 應該給個掌聲吧 太可愛了 我是覺得他耍帥耍過頭了 小愛同學目前已經具備以下的技能 譬如說我這位招式控制啦 時間留言廢望 聽音樂聽故事 重點是秉持了小米的優良傳統 它的功能會一直持續的增加 我也在這邊公開的呼籲在台灣市場有任何好的服務 我們都歡迎你來跟我們洽談 把你們最好的服務接入到小米AI音箱裡面 有人會說啊 這麼新的產品我不會用怎麼辦呢 沒關係 小愛音箱的APP裡面就內建了技能中心 它會告訴你所有的玩法 小米AI音箱是一個萬能的家庭助理 所以查天氣、查匯率、射鬧鐘 只要一些話 同時它是我們的智慧家庭控制中心 為什麼這樣講呢 我們是全球最大的IoT平台 我們竟有超過1.32億的使用設備 對我們來說 AI加IoT是小米的核心戰略 AIoT 我們在五年前開始就佈局整個AI的生態 如今我們希望AI可以非常簡單地融入大家的生活 我用一段影片來替大家展示 什麼叫AI加IoT的結合 不好意思 小愛同學 我在 開啟金主模式 好燈 是位置 掃地機器人啟動 好的 掃地機器人開啟 掃地機器人回去充電 沒問題 掃地機器人去充電 充電充 打開台燈 好的 開啟燈 台燈調亮一點 沒問題 調高亮度 進化器設為睡眠模式 好的 設為睡眠模式 進化器 進化器 濾心還是多少 濾心測移48% 小愛同學 對 打開裹置機插座 沒問題 開啟插座 關閉熱水機插座 沒問題 關閉插座 只要一句話 真的太方便了 好棒喔 謝謝 目前小米的AI音箱 在台灣市場 已經可以控制超過十款的裝置 但是 進化器2S也會在12月20號開啟 所以 之前你買的小米智慧家電的設備 都可以跟小米AI影響連動 大家會擔心 如果你說我沒有買小米的商品 我們家是傳統的家電 比如說熱水器 冷氣 竹子機 電水壺 電風扇 或者是你家電燈 能不能控制 答案是 可以 第三方的商品 只要你購買小米的你家多功能網關 加上你家智慧插座 你就可以透過小愛 讓它變成一個可以做深控遙控的智慧家電 所以小米AI一箱對我們而言 它是一個智慧家庭的控制中心 煮飯、掃地、開關燈 只要一句話 價格 來到了價格的環節 一台擁有四千五百萬串流音樂的高品質音響 萬能的家庭助理 智慧家庭的控制中心 它應該賣多少錢 大家覺得 我保證這個價格掉下來之後 大家一定會瘋狂的鼓掌 1495元 加一的舉手跟加一的舉手 哇 哇哇哇哇全場全場名分了 哇哇 這個定價我們一樣非常的猶豫 我們在一週之前決定再調整定價 再加碼了音樂的服務時間 就是希望可以透過小米AI音響的推廣 讓大家更早的可以享受到 AROT的完美生活 剛才在講 我們送了六個月的KKBOX服務 一台聽音樂語音遙控家電的人工智慧音箱 售價只要1495元 它將在12月18號10點名堂看手賣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